最热门的新闻 最深入的探讨 焦点探索 相关议题我们今天节目中 访问到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所 王坤毅 王教授为我们分析说明 王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王老师 为了奸取香港 2017年落实香港特别先驱 行政长官曾普选 继罢课和游行后占领中管行动 自上个月28号登场至今 已经进入了第9天 王老师 情势演变至今 我们有哪些需要关注的地方呢 我看最重要的就是 都什么时候结束 但是这样看起来 好像没有结束的那种情况 因为香港学联三个要求 港府都不接受了 那当然如果两者要谈判的话 那一定要一方让步 那一方接受这样 可是呢 这个东西好像 就是两者之间 没有办法达成一个共识 那因为学联方面 他提出了三个要求 第一个就是跟港府对话的时候 必须要多轮对等 那也会觉得说 谈判为什么要多轮 就是不断的谈 然后两者要对等的谈 也不是一次就搞定了 因为谈判来讲的话 如果一次都搞定的话 那等于就搞好就好 如果不好的话 那么 最探不应义是一轮 要多轮 不断的谈判 不断的修正 这样子 第二个要求就是 政府必须要能够确认 或者是执行学生 以政府对话的一个内容 那政府对话的一些内容 大概学生之前 九天以前吧 那么整个学生都起来罢课 那罢课当然其实就是要求 学生的要求其实比较简单 就是说要真普选 真就是真假的真 现在是假普选嘛 为什么 因为要当候选人 这必须要有1200个委员会 组成的 是中共所签字的 这样的一个委员会 由他们提名 那由他们提名以后 你才有资格去被选取 当候选人这样 那这样的要求来讲 这是中共这个全国人大 那么所通过 全国全国人大常委会 所通过的一个指令就是了 那这样的一个决定 那么中共不太可能去改变 这个全国人大常委会 所通过的这个议案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香港 吵一吵 烂一闹 这就可以改变 那个全国人大常委会的 一个决议的话 那其他的地方 其他的省 或者是新疆 西藏 对不对 都来的话 所以他们不太容易 也不太可能去改变 这个全国人大常委会了 那第三个要求呢 第三个是 要 港府要让政改 有实质的一个改进 那实质改进是什么呢 当然也就是 可能在他们的制度上 有一些变革就是了 那学联的坚持 港府啊 如果不接受的话 就不愿意展开对话 那如果两者之间 不展开对话的话 那这个占终的行动 就不可能有结束嘛 那所以这个是一个 他们之间 这样子的九天啊 还没有一个 结束的迹象的看法 王老师 那如果他们学生 跟港府方面 如果未来有一些对话 对情况是不是 有可能有转观的空间 那基本上 现在港府就已经不接受 学联的三个要求了 那学联就已经 不愿意展开对话了 那这展开对话 当然两者之间 起码到现在来看的话 是没有对话的空间了 一方不愿意让嘛 就政府不愿意让 学生呢 也把这个要求提的那么高 那他们怎么让呢 就是这样子 基本上就是说 两者 对话或者是谈判的双方 一定要有一个棒子 与萝卜 两者才有办法 达到一个目的性 那是问题 就是这个 港府现在只是都拿着 这个棒 没有要拿出萝卜 来喂这些学生 只有硬没有软 是不行的啦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我觉得是 双方面很难妥协的一个地方啦 是 老师呢 我们另外看一个角度 就是说香港 降临中环行动呢 到今天已经第九天了 您确对香港社会 产生哪些的一些影响 我看很普遍性的影响 大家都把它想说 没有生意可做啦 这个问题 但问题不是在这里啊 问题是 香港 港民的那种 政治意识也抬头啦 这个 英国是民主国家 所以他给他的一个 给港民的那个 民主的话 其实 没有他的必要性啦 但中共是 专权啦 一党领政的国家 那 他给能给 港民什么 没有保障啦 大家会慌啦 那这样的话 很必然的 就是 港民当然要 站出来 尤其是学生 比较还有 具有理想性的 要站出来抗争 要求他们所要求的东西 这不一样 就是说 比如说 台湾对美国很亲啦 那 台湾对大陆 现在也是 很亲 可是你看 我们对于大陆的信任 就没有对 美国的信任 那么 那么大嘛 所以这是两者 之间 常常会一个 要一个 清楚的 的概念 也就是说 现在港民 香港人他 不能接受 这个1200名的 委员会的 这个提名 那是属于 中共能控制的 这个东西 香港现在面临的 是中共的那种 比较 你看 维权的 那个观念 那么强 然后要经过 这个委员会 1200名的 那种委员会 来提名 那这些属于 学联的啦 或者是 泛民主派的人 是根本 就不可能 被提名啦 所以他们 那真的是真的这一个 那他们又担心 就是说 那个香港啊 被选举的 这个特首 就是行政长官啦 被选出来的人 可能都是听 中共的话 不听话的话 下一次 你就选不上啦 所以他们担心 就是说 这个政治如果 依照中共的 那个规划 这样去实施的话 那等于是把 香港民主的 那个脖子啊 掐得紧紧的 那个样子 这是他们最担心的 一个地方 所以一直没有办法 等于是 战中的问题 一直没有办法 去解决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 关键处啊 是 欧老师 您刚刚帮我们分析的是 他主要的原因何在 另外还没有一些 其他因素 除了是希望能够 争取真普选之外 还没有其他的一些 社会或经济的因素呢 很多人想说 西方媒体 或是 而且那个是美国啊 在背后支撑他们这样 那这当然 我觉得不需要 从这个角度来看啦 基本上就是说 香港人民过去是 很没有政治意识啊 那 既然没有政治意识 现在突然 一堆人赚领中环 还有什么铜楼湾啊 那会 那感觉说 怎么突然 这个香港跟台湾一样 那个政治啊 好像比那经济 更煽动人心了 台湾也是一样啊 早期在民主化的过程的时候 一有政治 大家都很热情啊 对不对 那现在香港也开始走向 这一步了 就是说 哇 一看到这么多人 集中在一起 很多人不是看热闹 很多人是去 加进去做 所以 有政治意识 没政治意识 人都可能在这个地方 学习到怎么样 去争取民主 我觉得这个是好的 因为基本上 民主不可能是 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民主一定是要去争取的 任何的权力啊 这种power 任何权力 都一定要是 人民去争取的 如果人民都不愿意 去争取的话 那政府要怎么安排 怎么安排 你都没话讲啊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一个好处啊 从民主的一个建构来看的话 香港民主的建构来看的话 这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 比较好一点的一种 学习的一个过程啊 好 我们今天节目中呢 访问到 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专业所 王坤毅 王教授 针对这次香港 曾凯争取 真普选发动的战中运动 相关的一些影响 还有诚意 我们做详细的分析说明 非常谢谢王教授 请用访问 谢谢您 谢谢